加密幣交易所FTX 並領破產的消息 這幾天是證據全球各大媒體版面 而最近發展是FTX 他們在巴哈馬的資產 遭到了凍結 而之前創辦人 SBF的形象太好 大批來自矽谷 還有Huara界投資人 當時就是相信說 這個交易所很安全 所以自願的奉煞大批鈔票 但卻沒有設下任何的監督機制 導致現在是損失慘重 很多的網紅和社會名流 他們除了代言宣傳 也參與投資FTX 尤其熱衷 他們喜歡找體育明星代言 其實除了鎖定是年輕族群的型號 也想要來企圖營造健康形象 像有哪些人呢 FL的全奇斯芬衛波雷迪 還有她的超夢老婆Giselle 去年輕鬆鬆的替FTX拍廣告 還入股 但兩人十月宣布離婚 現在他們對FTX的投資 恐怕也化為烏有 而說到NBA球星Curry 去年也簽約成為FTX的全球品牌大使 還拿下了股份 退休的NBA全奇球星 俠克歐尼爾六月宣布和FTX合作 這幾年呢 在美國職棒界如日中天的大股祥品 以及前紅襪隊的名將 歐提茲也都是他們的品牌大使 同時FTX使用加密幣還有股份支付他們的酬饒 網談女將大阪職美 只是四月份才成為FTX的大使 要幫忙來開拓女性市場 但隨著FTX爆雷名聲遺落千丈 這些代言人現在都忙著劃清界限 人說幣圈一日震盪等於股市一年 可謂加密貨幣投資風險之高 不過最大震盪莫過於最近的全球第二 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所FTX收購案告吹 造成幣圈市場二十四小時內市值 跌掉超過百分之十 一句抱歉我搞砸了 FTX創辦人鼠條歌SBF10號在推特上發文 證實FTX面臨破產危機 投資人面對龐大損失 包括貝萊德 老虎環球 軟銀銀行 連美式足球四分位 湯姆布雷迪和超模前妻 吉塞爾邦城都是受災戶 用自家貨幣作為公司內部的資產現金流 如今幣之跳水 也讓FTS闖債能力受到質疑 連原本要收購FTS的最大交易所 币安都臨陣缩手 風險投資公司紅杉資本 直接撤出對FTS投資超過 兩億美金的資金 相當於台幣62億 摩根大通分析師更警告 幣圈市場未來幾週恐怕出現 去杠桿化的浪潮 比特幣預計會從目前的美金 一萬七跌破到一萬三 大約是台幣的五十三萬跌到四十萬 幣圈血洗也引起白宮關注 白宮發言人強調會繼續 嚴格關注加密貨幣的發展 但過去七天加密貨幣市場暴跌 FTS自家貨幣FTTB跌幅最大將近九成 市占最大的比特幣跌幅也將近15% 市占第二的以太幣也跌掉18% 投資人虧損恐怕是覆水難收 近新聞林美傑太充滿報導